現在先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四分鐘的時間,是,請問 主席,想問有沒有結辯準備時間? 有,在結辯開始之前會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好,謝謝主席 好,既然沒有問題的話,現在就由正方主辯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我可以 準備好 並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2022年,奧斯卡頒獎點是 Chris Rock為了活躍氣氛,對Will Smith的老婆開了一個笑話 沒有人猜到的是,Will Smith因為這樣而衝上去打了他一巴掌 事件發生後,引起大眾討論 有人覺得Chris Rock的笑話過了過 也都有人認為Bill Smith不應該打人 但要衡量哪一個的錯大一點,不應該是用你我的眼光去看 而是應該放入歐美社會的背景下 審視哪一個的行為更加不被大眾接受 更加需要受到驗責 眾所周知,歐美社會崇尚自由,人民眾視自由 但是政府也多數不會干預他們 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向所欲言,不會受到太大的限制 而且當地的幽默文化盛行,有無數的棟篤笑 甚至連書籍、雜誌、戲劇的表演都會有幽默言論的影子 但是還將幽默視為日常娛樂的一種 以美國影視平台網飛的笑話節目為例 喜劇演員珍和黑馬在分享如何吸引男性的方法的時候 開玩笑地說,不要只是處女 而當時的觀眾開懷大笑,並且沒有人在意他的言論 可見歐美重視言論自由,享受幽默文化 故對於幽默大多採取包容、接受的態度 要審視辨題,就要在歐美社會背景下 比較兩位的行為,何者更不應該被大眾接受 而我方認為Will Swift應該受到更大檢責 原因有二,第一,言論並不構成侮辱 你應被貼受 電視節目主持人霍華德·施特恩秀 在評論事件的時候說 Chris Ward 的言論不算是侮辱性笑話 就要看回現場其他人的反應 大部分人的確覺得Chris Ward 的言論是一個笑話 沒有認真對待,正如剛才所說 歐美本身就有幽默默化 如果不是歧視仇恨言論 大眾一方都會容忍接受 既然Chris Ward 的笑話本意不是要取笑人 只是想幽默化,內容又不是真的侮辱人 為什麼只不過是一個笑話 就會受到強烈譴責呢? 第二,暴力無法解決問題也不被接受 先不論Chris Ward 的言論是否構成侮辱 就算Will Smith真的覺得他的言論不恰當 有所冒犯,但昆子動口不動手 有很多暴力以外的解決方法 包括事後要求Chris Ward 為他的笑話道歉 或者向奧斯卡表達不滿 甚至好像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分析師 比爾·卡特所說 他原本可以大方接受他的獎項 然後在台上說 他的妻子很漂亮 任何嗜好嘲笑他的人 即使是所謂的笑話 都是輕滅的 但是偏偏Will Smith在一個全球直播的公眾場合裡面 選擇出手打人 而原因僅僅只是Chris Ward 的一句笑話 因此正如電視節目 主持人史希斌波伯爾 在《河白報道深夜秀》裡面表示 作為一個客觀的觀察者 請讓我說幾句 打起的演員絕對不可以接受 當然我方不是覺得Chris Ward 適合 但是他也有做得不太的地方 即是兩者比較之下 Will Smith打人的行為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如果有方不認同的話 想問有方同學 是不是覺得肢體暴力可以被廣泛接受呢 多謝各位 教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45秒 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也請月方主便發言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講可以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正如有方同學開篇所言 變成背景就是今年奧斯卡班 將典禮 Chris Rock被邀請擔任典禮主持 在典禮期間 他將女嘉賓 Jada Smith 的自體免疫性疾病 拿來開玩笑 意思就是他禿頭的外表 可以令他飾演《伴侶紅心》裡面 一個禿頭的角色 這樣他成功娛樂了 其在場的嘉賓 以及電視機旁邊的觀眾 亦因此令Will Smith衝上台掌握的Chris Rock 並且在台下用粗口贈賣的Chris Rock 當中亦有不同的譴責方式 例如是通過公開聲明 去譴責比較錯的一方 又或者是禁止出現頒獎典禮等 但無論什麼方式 所謂更大的譴責 在原則上 在我方立場下 就應該是Chris Rock 比Will Smith受更大的譴責 有更嚴重的後果 聽完有方同學4分鐘的發言 其實有方同學不斷放大 肢體暴力的傷害 但又有沒有跟我們做過公平的比較呢 肢體暴力的傷害就是傷害 但難道言語暴力不是傷害嗎 還是右方同學根本忽視著這個笑話本質性的傷害呢 我們今天看到這句笑話本質 其實就是滑虎他人 實際造成傷害 同時這種傷害不只發生在JDAR一個人身上 慈善機構Alopecia UK 表示這一件事會令很多脫發者面臨貶低的言論 將一步加深鬼剃頭患者面臨的痛苦和挑戰 另一個機構Children's Alopecia Project 直接說Chris Rock這一句笑話 是會令到病患的小朋友被人欺負的 造成欺凌問題 在今天這個辯題之下 雙方都必須完整地審視兩個人的責任 包括是他的動機他的手段 態度和事後影響 然後才再作出比較 才可以判斷到誰應該要受更大的檢責 如果有方同學不同意 就需要提出公平合理的比較平台 而審視過後 我方認為Chris Rock是需要負上更大的責任 原因有三個 第一就是動機和手段而言 我方翻查片段 看到Will Smith無論是當晚得獎感言 還是事後的道歉 Will Smith都明確指出 蔣哥Chris Rock的行為是出於保護他家人的身 而相反 Chris Rock就是明知大眾對禿頭的負面印象 而刻意令J.Di的形象來娛樂大家 我方都知道雙方的行為是絕對有錯的 但前者以蔣哥的方式 其實是難以對對方造成嚴重的姿勢傷害 再加上他保護家人的動機 相對是值得同情的 而後者就是為了頒獎典禮上製造笑聲 在寫稿的時候 他選制以拖頭取材 並且以一個嬉皮笑臉的演繹方式 演繹出來 他以搞笑的名義 將大眾的法學建築 起J.Di的一個人的痛苦身上 就他的動機和手段而言 顯然是Chris Rock更加錯的 第二就是他的態度和影響 在事後Will Smith的第二天已經 在社交媒體正式發文道歉 他公開形容自己行為是無法接受 和沒有藉口 在他的態度上 他表現了自己自我反省的一面 在內容上也可見到他勇於承擔後果 最後他也接受美國演藝學院的懲罰 在未來十年都不能出席奧斯卡頒獎典禮 相反Chris Rock至今 就未曾經對Jader道歉 他甚至主動翻炒這個話題 但在他的個人董督少表演中 聲稱他不會再提起這件事 除非有人給他錢 說穿了就是 有線心無會繼續說 顯然就是 不覺得自己有做錯 繼續去消費這場鬧劇 在Will Smith有道歉之下 大眾都會明白即使手段是錯 但因為他是道歉 所以都知道這樣做不對 但Chris Rock毫無協議的表現 就會引來三個影響 一就是對Jader再一次的不尊重 二就是告訴別人即使做錯 但不需要負責任 三就是令大家可以繼續 漠視言語暴力的傷害 令大眾覺得說笑是可以大於一切 可以無視他人的痛苦 那我想問回有方同學 這一種不只悔改的態度 以及背後引申的負面影響 為什麼不應該令Chris Rock受更大譴責呢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月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4秒 補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1分鐘 反方主辯準備1分鐘 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 會有一丁的提示 所以提醒雙方 在丁完之後還有15秒的時間 而時間結束之後 會立即終止你的發言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正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同相 雙方均向對方提問一次 和回答一次之後 就會去到正方一副的環節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 填寫台上發問分數的時候 留意填寫的次序 特別是反方的分子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 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而現在請正方 自由派出一位辯員 作台上發問 然後請問 各位,請多 Connor 請問可以 可以 可以 請問各位,大家好 其實有方色情勢很嚴重 但有方就覺得 他的動機是會 一時衝動保護妻子 成為正當化的 不施的適口 再者,既然有方同學覺得冒犯性言論就應該被譴責 那是不是我的朋友說我五官不正,很醜,我覺得有點冒犯 是不是我就可以公開譴責? 他叫所有人都說不可以叫我醜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辯現在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叮 多謝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丁丁,准备时间完结,请反方主便答辩,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疑 谢谢 刚才有方跟我提到,Will Smith冲上去打人是出于他冲动的动机,但是这个Chris Rock其实他是处心积累的,他想了个稿很久才出去侮辱别人的头 在这个动机之上,其实我方都会说Chris Rock的问题是更加大的,至于你说是否不可以开玩笑,为什么每一句话都要无限放大,就是因为现在人们无视言语暴力,我们太习以为常,经常觉得开玩笑又不是犯法,但是正正因为个个人都习以为常这样,所以用他人的身体去侮辱别人,讲笑这句话太习以为常,所以应该要一个人出去撤断这个 不正常,以及对他人有无反正的习触的,多谢各位 好,现在请月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元在台上发问 如果准备好,请讲可疑 可以 并 两个字归纳尤方刚刚的论点,文化 刚刚尤方文化意志是可以压过一切的,压过了Chris Rock家的笑话,以及的耻笑 然而尤方刚刚堂堂正正地说,觉得Chris Rock有错 但他的论点都有提到,因为这个是欧美的文化,所以耻笑其实不应该当是错的 所以尤方这个有点矛盾 所以今天我方想问尤方的是,尤方今天你认不认为Chris Rock有错? 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今天有道歉的Will Smith应该给没有道歉的Chris Rock受到更大谴责呢?多谢各位 傑方主并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叮 对 都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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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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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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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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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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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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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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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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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先由粵方的主變作結 你有4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講可以 可以 一邊是為了成為眾人的焦點 而在全世界面前出現去侮辱 用人家的痛處來恥笑人的Chris Rock 你一邊是為了保護自己心愛的人 而不理一切都憤不顧身 站出來去保護他的Will Smith 究竟今天誰應該受到更大的選擇呢 主席、評判、有方的同學 就是各位大家好 我們來到辯論比賽就來研究的位置 不妨聽一下有方同學今天說了些什麼 當然有方同學的立場很跳脫 在主變的時候他就說 因為覺得Chris Rock的行為是西方文化 所以就不構成錯誤 去到台上一副的時候就說了 他又開始認同 今天Chris Rock是有一點點不尊重Jader 去到剛剛二副台下的時候 又不知道為什麼跳回去 又覺得因為這是西方的文化 所以又不構成錯誤 而去到剛剛台下 他甚至乎又有一點邏輯謬誤 說覺得我們不可以用英國人的眼光 去審視美國發生的事 究竟其實今天有方的邏輯是什麼呢 麻煩你剩下的時間 不如你好好分析清楚 換言之其實有方同學今天都轉來轉去 由Chris Rock沒錯 覺得他有錯 其實這種矛盾的立場 又如何可以說服在座各位呢 在座有方同學的矛盾 是不是就已經說明了 有方同學都知道 一番冒犯性的言論 的確將他人的短處來誤諾大眾 相對而言 Will Smith來說 是更不值得原諒呢 來到這裡 其實我們不妨去看看 經過了這件事之後 社會現實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不論從社會的角度 言論的討論去看這件事 在現今的社會裡面 Will Smith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譴責 和後果了 但是相反 同樣都有做錯的Chris Rock 就採取了三筆政策 不道歉 不處理 不回應 而這種消極的態度 不負責的行徑 不單止是沒有受到任何處罰 反而令他的事業 達到一個全身的高峰 譬如他的動篤笑門票 要解僱給原價六倍有多 可能有方同學今天可以倒戈為恩 覺得那個結果 還未能解釋到 為何Will Smith要受到更大的檢責 但是被人罵得多些 強些 是否就等於他應該 他應該要被人罵得多些那個呢 而我方其實想指出的是 以目前的結果來講 是為社會大眾呈現了一個 極之荒謬的價值觀 為家人動手 保護家人是錯的 但是人家撲頭 脫法就沒有問題 究竟這個 是不是我們今天想見到的社會呢 西方社會評論Will Smith 比Chris Rock 會不會是側面影射了 社會大眾對言語暴力的意識 十分之低呢 事實上 這些言語暴力帶來的傷害 我方主辯一副二副都多次講過 有方同學其實都來到這裡 都難以去解釋 為何Chris Rock今天的笑話 和言語暴力是有分別的 實際上大家在中學時期 其實都一定有給你的朋友恥笑 或者好像剛剛有方所說 給你的家人 讓你和你的同學去對比 然而當你接受不到這些笑話的時候 或者因為你的恥笑 而有情緒的時候 通常你的父母 你的朋友 都只會簡單地用一句 說笑而已 你不是生氣嗎 就輕鬆帶過一切 又或者是當你真的有情緒 而最早好像Will Smith 出了手 就算你輕輕推錯一下 就算對方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打機的老師在這個時候都會站出來 用一個道德高地去看這件事 去指責審判觸手的那一個 而開玩笑 始終人的那一個 就永遠都可以逍遙發外 受不到任何處罰 今天其實我們和友方都達成了一個共識 就是雙方都有錯 但是明明有錯 明明是一個公眾人物 但是今天一個不道歉 要多次消費事件的Chris Rock 又成為大多數人的支持對象呢? 而在此後盡了公眾人物的責任 去道歉 變出封道的Will Smith 又得不到社會各界的原諒呢? 究竟我們之後希望身處於一個 將錯事當作理所當然 集以為頌的地方 但是一個錯就要認 打叫其定的社會呢? 相信大家心裡都會有一句答案 多謝大家 分48秒 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最後由隔方的主辯作結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是可以 請問還有各位聽不聽到? 可能有一些不太清楚 請問還有各位聽不聽到? 現在沒問題了 是可以 並 演藝學院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暴力 但相對於肢體暴力笑話 更加應該被譴責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如果今天真的好像有方跟我這樣說 Chris Rock應該受更大譴責的話 奧斯卡可能就要出一份以上這樣的聲明 大力去譴責笑話 但相信大家聽到這份聲明 都覺得非常搞笑 說笑竟然可以嚴重過打人 這樣才是荒誕和違反受人理 而我方今天並不是認為Chris Rock的判照 是不需要被譴責的 但是兩者的比較之下 肢體暴力的嚴重性 絕對比冒犯性言論大 眾觀全場 其實我方和我今天犯下不少錯誤的 第一 態度 我和我今天的態度真的很奇怪 這件事發生在美國 但我方和我今天竟然用香港和東方的標準去看這件事 不像我方主一二所講的歐美幽默文化 甚至不像打人這個行為的嚴重性 對我方舉出的例子一概不聽不看 又對所有的例子避而不合 只是盲目支持Will Smith 然後有方和今天的邏輯都非常搞笑的 說什麼 只要動機好 是保護家人就可以出手打人 還值得我們同情 有方和今天根本就是把暴力合理化 說的 Chris Law在長大風波事件中 好像有方和我這樣說 真的需要受更大的譴責的話 這個社會就會變成暴力合理化 身為公眾人物的Will Smith 是有1500萬的直播中 示範用暴力來解決問題 其實當日常生活中 有人笑你肥 笑你養衰 笑你頭髮稀疏 我們是不是又可以出手去打人呢 甚至有方和邏輯 時候有道歉就可以受到更加小的譴責 這個社會會變成怎樣呢 肢體暴力是最原始和野蠻的方法 在沒有文明社會之前 拳頭就是道理 人類文明經過幾千年來的法治 其實就是發現暴力根本不可以解決任何問題 所以我們才會發展出 調解、賠錢、投訴、法庭等等解決衝突的方法 難怪有人說 2022年是文明倒催的時刻 因為我們竟然看到 用掌法這種暴力去回應笑話 而我幫浩和今天正正就是以一個邏輯去審視辯題 正如我方所強調審視辯題 要先了解歐美的文化背景 就不會像有幫浩和這樣 只是用香港標準去看這件事 當地重視言論自由 在政府要求推達提供使用者資料的時候 社會甚至會提高政府侵犯他們言論自由 當地也重視幽默文化 不論處於任何環境都是來不開講笑話的 政治人物到社會現得 甚至身邊的朋友都是可以開玩笑的對象 爭取這樣的社會 我們應該是需要去包容容忍不同的言論和意見 而並非立刻去打人或者去譴責 以暴力和比較極端的手法去表達這些言論的不滿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就算這件事發生在香港又是不是真的那麼嚴重呢 我們日常生活都會抽下水 啟喝黃子華的棟篤笑 裡面都有不少比較惹火的言論家 但很多時候我們都只會一笑之之笑笑就算了 為什麼有幫同學在這件事上也要這麼執著呢 幽默為什麼這麼重要 正正就是因為今天的世界充滿著荒謬 無論我們身處於哪裡 都是不可以逃離生活壓力和無處不在的不公義 搞笑的確不會改變到現狀 但是可以改變到我們的心境 突然面對世間荒謬 幽默作為一種調節 其實笑笑又惶惶呢 最後想想一句話給大家 香港人輕鬆一下 多謝大家 方傑變發言時間為3分34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比賽是暫時那段落 在準備結果的過程之中 我們有請三位評判為今場的賽事給評語 我們先請香港華人書院中文辯論隊教練 張仲偉先生 好 大家好 大家應該都聽到的 我先給了評語 分子高其實還差一點 主席可以等我給完評語之後 我再給完最後的分數 很感謝雙方準備一場比賽 也是一場挺好看的比賽 或者很簡單 點評式 雙方都給了一些評語 都沒有太多組織 第一 首先就是 正方那方面 反方說的矛盾位置 我覺得我是同意的 我覺得今天是存在的 因為你們一開始的時候 似乎是說 幽默文化的背景底下 應該是說你們的論點一 其實是直接說說 言論並不構成侮辱的 你說這不是一個侮辱性的笑話 因為現場大多數都覺得是笑話來的 但到中間的時候 你們又會說 或者甚至你主編稿的時候 都會又說 不覺得它適合 或者中間就會說 雙方都有錯 所以就會覺得有一種 你覺得它是一個侮辱性的笑話 它又構成侮辱 還是其實它是沒問題的 可能這一點 我不知道你們本身立場是怎樣 但場上評判第一次聽的時候 就會覺得是 我可能覺得你們 是有程度之分的 可能你們 會將它叫做 可能要去到侮辱性 或者叫做言語暴力 才為之有錯 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沒有這樣 但這個我在評判聽的時候 其實不是很清楚 我聽到的就是 你第一次就會說 它不構成侮辱 但是後來的時候就會說 它有錯 所以就會有那個矛盾存在 所以這個位置 反方打的時候 都會被它拿到分數 而另一樣 政方我覺得其中一點 做得比反方好的 我覺得就是資料上面 因為其實很明顯地聽到 政方是引用了很多 其他人對這件事的反應 或者一些說法 或者一些其他的例子 例如如果你想說 一些笑話點才為之是無辱性的 那你是會給到例子 所以資料運用上面 我覺得政方是明顯做得好一點的 但是都要留意 譬如你們回答台下的時候 有問到一些處理反問的時候 你有問一些資料 但其實都要想清楚 那些的問法是否真的合理 就是應該是第二條的台下 政方回答的時候 是反方問的時候 是問關於沒有道歉的話 怎樣彌補到人是受到傷害的 但是政方的處理方式 不完全是去處理悔意的部分 政方的處理就是問 那你有沒有實際例子 但其實是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難 真的會找到一些實際例子 而且我想反方說 那種會比較在一種風氣上 或者文化上 而是很合理的 你會覺得如果這種侮辱是會被接受的話 那就會有人 可能會出現他所說的欺凌的情況 換言之就是沒有實際例子的情況下 其實是否代表他那個說法是不合理呢 那不一定的 所以這個可能都要再想一想 怎樣處理 而不是這樣去答案 那你有沒有實際例子或者實際數字 然後另一點就是關於大家怎樣去 怎樣去衡量 應不應該去被譴責 被譴責有很多的因素 但是我覺得今天大家缺少了 因素之間的比較 因為場上同學是會說過 譬如反方就會說婦意 雙方會比較過身體的傷害 就是蓋過一巴巴 痛不痛 或者是Jader或者其他人 社會上的人 有機會會受到的一些心靈 或者應該先說Jader 自己那一下的心靈傷害 再說就是對於社會的影響 究竟是正方去到最後所說 這是一種文明的倒退 或者中間所說會被騙殺了言論自由 令到人自我審查 或者反方所說 這些漠性言論會越來越多 因此社會受到影響 其實這是很多的因素 但是因素之間 你們怎樣去比較 可能一個因素裡面 是會提到你同不同意的 例如那一刻是否真的身體傷害 或者那一刻是否真的錯 或者是否真的故意 但是究竟在這件事上面 會不會可能 其實傷害性都不是真的那麼大 所以對於社會的影響 是要考慮得更加多的 又或者可能在譴責這件事上面 譴責這個是一個牽涉到公共討論的 所以可能對於社會的影響 是要再多些 第一說可能是再簡單些 如果你是在說影響言論自由的 這個因素其實已經超越了個人 或者奧斯卡本身的一些發展 或者影響或者傷害 所以就應該要說多些 我會期望去到中間至到後面 就會多一些這些因素之間 或者是比較究竟我要決定去譴責的時候 或者去回譬如我作為一個普通人 要在社交媒體出一個報告去罵的時候 那我應該考慮哪個因素做最重呢 那這個是我覺得今天是相對而言是缺少了的 那最後呢 那最後呢 講多一點一點 就是關於提醒雙方的討論的時候的融資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這次是 有些概念是有點相似的 就是可能你說影響或者傷害 你可以是說他刮他一巴掌的時候的身體傷害 你也可以是說聽那個人的心靈受到的傷害 你說影響你可以是指這些傷害 也可以是對於社會的影響 但是社會的影響是哪一種影響 那其實這些用字呢 我想同學在準備的時候都可以想一想 怎樣可以令到這些用字之間是不會 就是分得清楚你究竟是想說哪一件事 因為有時候中間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 我不是真的拿著這位同學的 不只是這位同學才能問 因為我覺得是整個討論裡面都有的 但是我記得儀父的時候 應該是 你又會說過 應該是說討論誰錯一點的時候 你說到影響是行量不到的 我猜你應該是想說 精神傷害和身體的傷害 哪一個嚴重的行量不到的 但是你的用字是 影響是行量不到的時候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我就會以為你是想說 一些後續的發展 或者對於社會的影響都影響不到 都行量不到 而實際上你份稿的後面 你也有說過對公眾造成的影響 而我聽的時候 那是不是行量不到呢 就會有這些小小的誤解 我覺得是全場 對於一些影響 傷害這些字 都是未夠清楚的 所以可以 在準備實用過程的時候 統一一些的口徑 或者自己用字的時候 都會更清楚一點 那我想 那評語我暫時給到這裡 那就交給另外兩位評判 好 多謝張俊偉先生 那接下來我們有請 會資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 李政權老師 讓我們講評語 是 大家好 請問聽不聽到 兩邊都 是 聽不聽到 是 聽得清楚的 聽得清楚的 啊 清楚的 謝謝 那 我想到什麼 說什麼 首先我個人其實是 挺欣賞政方結辯出來說 那個論述的 就是其實我們 人類的文明發展這麼久 為什麼我們要想這麼多事情出來 為什麼要想這麼多制度 又調解又成 為什麼有這麼多事情 我們不希望 是 就是我們盡量避免是 要用肢體 用武力 來去解決 來去解決問題 是的 這個論述其實我是很喜歡的 那 最遺憾的是 其實你前面那幾個人 其實都不是在說這些 我覺得最欣賞 或者最有力的 其實你把他放進劫面那裡 而前面那幾個人 說的一些東西 用的一些例子 其實我覺得是有些怪的 例如 一開始 第一個標準 我其實已經覺得怪了 你說要用歐美文化去討論這件事情 我聽下去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 奧斯卡 變題裡面 奧斯卡三個字 奧斯卡它不是一個 只是歐美文化的 不是只是給歐洲 歐美的人看 它是一個 它雖然主要都是美國的電影 但是 它是一個全球化城市 它是播去其他地方的 它不是單單一個歐美西方的人 把自己拿來笑 自己拿來講的事 所以 你就要用歐美文化去討論 這個是怪的 而且另一個標準就是 當別人 實際上對手也提出了一些例子的時候 你評論其他地方 你是否真的不能用自己的文化去做一些質疑呢 是的 它有提出一些例子 我可以提出其他例子 例如 當然 我不是代他們去反駁你 這個是我 我只是說回 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心裡會在想些什麼 例如 我們會去批評一些中東的國家 他們為何還會用一些殘酷的酷刑去殺死人 例如拿石頭扔死人 是一個很長期殘酷的酷刑 因為它不是用一塊石頭扔死的 用很長時間殘酷刑去 是很不人道的 這個 如果 當人家說 人家那裡是這樣的 合不合理 或者是哪個國家就不說 但有些國家的人 會覺得女性晚上出夜街 就代表了某些事情 所以 那些男性對她做某些事情 都是情有可原的 或者不用發那麼重的 如果人家那些地方那些文化是這樣的 難道我們就不可以用回我們的文化去指出他們是不對的 所以聽上去是怪的 當然 人家就沒有什麼怎麼回應你 所以我不會因為 我在他們 台下發問 問到的時候 我會加他們分 但是他們 當台上的辯元 沒有什麼去做這些 攻擊的時候 我也不會加他們 也不會特別 因為這樣而加他們的內容分 但是在整個 策略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 另外一樣東西 聽上去會怪的 就是 奧斯卡是一個什麼場合 而你們提出很多的話 哪個笑話沒有問題 哪個笑話沒有問題 其實全部 和那些笑 兩邊的笑話 是有情景上面有很大分別的 因為奧斯卡 不是一個 奧斯卡 他是一個頒獎禮 他不是一個棟督笑 他不是一個 你在Netflix看到的棟督笑 那些你看的時候 你是有心理準備 知道他說的所有 都是笑話 甚至不是真的 或者是一些荒謬的 他會特意說錯的 來引你笑 和引你去反思 但是奧斯卡 不是一個這樣的場合 所以 那個情景上面 你拿那些 洞督笑節目裡面 那些的例子 來去論證 奧斯卡 說的笑話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大家 那個情景有不同 不過對手是沒有反駁的 所以 但是你要留意 但是你要留意 這些例子 其實人家如果讀出來的時候 是會有問題的 那 然後 有些事情 就是你提出來 其實你們提出來 雙方都會有問題 雙方都當然會有提 例如說 又不見有人 就是 例如 又不見有人 就是跟著 Chris Rock 去說那些笑話 去取笑其他人 那回頭 你都見不到有人 就是 你都見不到現在通街有人 一言不合就 鬥巴聲的 是的 都很少這些情況發生的 就算有發生 都不會告訴你 因為Chris Walker 那 不是因為 所以 所以 那 那 大家都 一看這些 其實大家都不會 得到好 除非一邊 只是一邊說 而另一方面沒有反駁 另一方面沒有說 如果不是 大家都有著數 或者大家都沒有著數 這些 另外 雙方都有些人 好像 甲方比較多一點 就是 其實有 其實時間的把握上面 沒有那麼好 我不知道 是因為什麼原因 可能 太過亡亂的時候 聽不到 大會的 鐘聲 那 就要留意 那 還有一個 粵方那邊 和甲方可以攻擊的 粵方那邊 是拿一個家人來 去說 要去保護家人 但是從來都沒有 但是從來都沒有人問過 從來都沒有人問過 從來都沒有人問過 就是你們那邊 從來都沒有人問過 其實那個家人 是否需要他用這種形式的保護 用一個錯誤的形式去保護 其實對家人是一個傷害 那你在這一邊 去反擊到粵方那個論調 粵方就會倒閉 因為粵方那個立場就是 要保護家人 如果你做的事情 其實是傷害 到一場傷害家人 其實對方的立場就會倒閉 這個要留意 所以其實雙方對於 我覺得雙方對大家很關鍵的事情 其實都聽得不太清楚 或者做不到一些很嚴重的反駁 那粵方那方面 發問和回答方面 有些人做得好 有些人做得不好 有些人的答問 是完全不是回答別人的問題 那這裡我會扣很多分的 那到回頭 當你是正面去回答別人的問題 例如粵方最後一次答辯的時候 他真的對著別人的問題 去回答或者回答的時候 也都去回應別人的 就是別人有些什麼錯 就是別人問你 是不是不可以有少將 不是 但是你說笑話 可以用其他方法 不一定要用這種方法去說 就是正面去回答這些問題 其實對我的標準來說 就會容易拿到答辯的部分 這個要留意 有些回應我覺得也是回應得好 例如在結辯的時候 你又跟我說歐美的例子 跟著我講英國的例子 你又說不算 那英國不是歐洲的 當然不是正式的 但是有這個意思 那這些回應 在一場大家都不是很正面 所以你回應到大家很基本的東西 或者一些很低級的錯誤的時候 你解釋出來 其實是會有好處的 是會有高分的 不過當然我對結辯最後就是 就是有時候的措辭 雙方都是 有些措辭我覺得有些會怪怪 覺得有些好笑 例如在結辯的時候 有提話 就是要大家打 錯就要認 打就要站定 錯要認 因為打不用站定 是的 打站定的話就會很傷的 是的 那 那 那些粵方就 我先 嗯 是的 論點上面 其實雙方都是這樣的 不過這個都要賺 雙方論點上面是比較連貫的 不過如果能夠 就是跳進去別人 就是多一些別人的那個 這個的立論有什麼問題就更加好 那我將時間交給下一位評語 好 多謝李政權老師幫我們講的評語 那跟著我們就 就是我幫大家講評語 那我首先就講了兩邊 我強調兩邊都有犯到 其實很嚴重的時間控制問題 就是我不是針對雙方 就是真的超了時才說 時間準控的問題 而是今天就跟雙方 其實兩位便員都很危危 扶你知道 兩位都是3分14秒 其中一個我mark了時間 3分14秒95 是 你是真是好彩 是真是個 因為你知道這5號秒 其實我若然我真的 我發一下牛鬥 我發半下都 你就已經當超市了 你都不能怪我 因為你真是自己 真的去到成14秒這麼進 因為你很清楚 其實3分鐘的時間 15秒的緩衝 那個是緩衝 那個不是你的發言時間 其實 所以你們用完 用到這麼盡的話 其實今天夾越雙方 對於時間的掌控 都必須要再難捏一下 如果不是呢 之後的比賽 很大機會呢 其實你5分是真的可以很傷 所以第一件事 在時間方面 我希望夾越雙方 在未來的比賽 都留意一點點 都不要用到這麼盡 那我就 承接上上一位評判 其實他講到 結辯的那一件事先 其實今天夾方的結辯呢 我是喜歡一點點 但是我很可惜地 我不會給特別高分 我可以很坦白說 原因很簡單 其實就是你們的主線 和你們前面人說的 撐不起你們的結辯 沒有人作證過 你結辯說的那些 總是我很擅長 我很動聽 但是你前面人被人打倒 我都沒辦法 當你正立了那些 其實你結辯說的 很核心的一件事 就是 你打了人 這個行為是有問題 而你前面的人 其實不斷重複這件事 但是沒有推進 也沒有他正立過這件事 在月方推倒了你的時候 因為其實 其實有兩位便員都很強調 今天月方正當化這件事 但是今天月方和你們採取策略不同的是 他很開城曝光跟你說 就是我知有錯 我知是不對 相反 今天你們的立場 反而有點搖擺 你們不清楚 其實對於言語暴力上面 你採取一個什麼態度 究竟是 我要說他有錯還是沒有錯 去到一個情況 你在同一條的台下發問裡面 同時出現了有錯和沒有錯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對於你們主線來說 是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那這個就是 由隔方結辯引申出 你們今天的隔方團隊 論線出現的問題 因為你都很清楚 其實你是一個團隊 並不是每一篇辯告獨立計算 若然你主變寫得再好 你一二副跟不上都沒有用 你主變寫得再差 你一二副說得再好 但是說的不是你主變可以的框架 你主線一樣會比我評得低 今天你隔方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們的主線很搖擺不定 摸不清你的立場 每一步的推進不是逐步逐步來的 跳脫得很厲害 所以今天隔方在主線上面 問題是非常之大的 我會形容為 但是相對的 的而且確你們今天的資料搜索 是非常之俗的相對的月方 你們可以不斷地提出一些名人 一些組織 對於這件事的取態 這件事會幫你挽回了少少少主線上 就是犯下的錯誤 會 起碼有些名人 起碼有些說法 起碼有些街邊阿嬸說的話 我會比較信服 那 接著講月方 月方今天呢 其實這條主線一開始呢 我聽下去呢 其實就 我感覺不到有些什麼特別的 當然沒有問題的啦 但是講一下呢 去到 月方一副說了一件事呢 就成功擦淨了 其實我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我對於 你歐美背景的 隔方歐美背景的那個標準 我不認同 但是我接受的 因為我不認同是我自己的事 但是你說得對的話 我都會被分離 就是你用歐美背景 始終是歐美發生的事 但是既然他提出了那個文化差異 還有正如上一位評判所說 其實 那件事究竟 奧斯卡是否只是歐美圍爐取暖的地方呢 在這個質疑的前提下 月方成功指出了這件事呢 是令到你失敗的去防衛你的第一個標準 那所以為什麼我說 今天隔方在主線上面 不是很摸得屬自己想說的東西 和不是很說得出自己想說的東西 不是很推進到的原因 就是其實你倒閉了之後 你沒有重新的這件事 而很堅持一直說歐美 甚至去到台下發問我 我形容這件事是很過份的 就是你說歐美文化 讓別人說英國 不讓別人說美國的這件事 我真的認為是很過份的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就 我寧願你不回答 你不回答還好過你這樣 不回答這件事 因為你自己說歐美 結果你自己不要美國的話 你歐美已經有個美字在這裏 甚至於 我覺得這件事 我覺得今天 其實雙方我會說 勝負是在於自己對主線的理解 而今天隔方的理解是 我形容為明顯不足的 而在台下發問 其實是有驚喜的 我覺得 台下發問雙方 反而我覺得是做得有時比較好的 例如 在隔方的答辯 說法律保障 那件事是真的開始展述 他怎樣保障 說出那個程度的問題 而月方的答辯 指出矛盾的位置是很精彩的 那 但是對比回答辯 相反相幫問題的功力 可能就要再 再鑽研一下 例如隔方問出的問題 譬如說你肥了和沒有交功課 那若然你要說預言暴力的話 那其實你要很aware 這兩件事是不是預言暴力 但是這件事就 比較上沒有什麼做到 好了 那 而 月方說食人族文化 做第一個打頭陣呢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觀感不太好 因為你要知道現在 你做比喻和做類比的目標 是令到評判更加認同你 更加 更加形象化去思考你這件事 但是第一件事 立刻說到很極端的話 立刻說到食人族的話 會有一點點過人不及的我會形容為 所以問問題方面 我覺得雙方都要留意一下 那 至於 台上發問 就 台上發問 就普普通通 我講一講 那兩條問題 那 第一條隔方問 如果朋友笑五官不正有什麼問題 那 我覺得 條刊和公眾場合嘲笑的距離都頗大 你都需要一定的時間 去把兩件事畫上等號線 我不會直接否定你住 我會照給你住 但是 既然反方指出了 我就會扣你分 因為你說不出這些類比 他相似的位置 我發現了他不相似的位置 當然我不是月方 我不會扣你分 但是純粹不扣你分 但是一指出的話你就會很傷 而月方說放大文化 其實你放大文化 那是拼得好的 但是之後 他引伸 拼回你的問題 那一刻 又拼回道歉 那一刻 就把握不到你自己拿的優勢 因為其實台上發問的目標 就是 在這個時候去挑戰他的死穴 既然你找到 你覺得他的死穴 反而是文化 放大了這一點 而你其實 隔方一副已經準備好 重拳出擊 這個位置的話 不如直接拿出來 丟出來 這樣反而會更好 那所以我主要就針對台上 同學發問這兩個位置 是吧 雙方可能要再努力一點 那今天的我的評語 都是這麼多 那都辛苦了雙方 資料搜集 雙方都 都算是足夠的 我覺得 即不算 即都是 都是 都是上品的階段 我覺得找得 因為 月方都有 找不少 可報言語暴力的 資料 那好 既然 三位評判都已經 請問三位評判 是不是都已經 完成了自己的評分 了 是 我已經完成了 是 那你老師 是不是都已經 完成了評分 如果是的話 那我就會宣讀賽果 好 比賽結果已經在我手上了 現在由我宣布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的獎學 今天最佳辯論員為 月方 傑辯 葉俊謙同學 好 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0 反方得票3 換句話說 今天勝出比賽的一方是 月方 播到書院